消费者抱怨小费高餐厅服务人员则抱怨薪资低 为此美国拜登政府承诺将签署法律针对小费所得收入来进行免税 来看小写新闻内容 白宫新闻秘书长卡丽让皮埃尔在本周的简报会议中表示 如果法案送到拜登总统的桌上 他绝对会签署一项取消小费税的法案 这项建议由前总统川普首次提出 并且由现任副总统哈里斯表示赞同 皮埃尔表示这是拜登总统支持的事情 他支持取消服务和酒店业员工的小费税 同时提高最低工资防止富人玩弄制度 让皮埃尔认为这样的提议将符合拜登支持美国工人 和自上而下从中部向外建设经济的努力 拜登此前并没有公开谈论过这个法案 早在今年6月在内华达州的一次集会上 前总统川普首次提出了这个想法 内华达州作为最重要的摇摆州之一 拥有数千名服务业者 此后共和党议员迅速效仿川普的建议 提出了一项旨在取消小费税的法案 不过提案的反对者警告 这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国家债务 哈里斯于上周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集会上表示 他也将支持取消小费税 哈里斯表示当我成为总统时 我向在座的各位承诺 我们将继续为工薪家庭而战 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和取消服务 和酒店业员工的小费税 随后川普及其竞选团队 抨击了哈里斯抄袭了他的想法 他在社交上发帖称 哈里斯不会实际执行 他只是想出于政治目的 这是川普的想法 他没有想法 他只能从我这里偷走 记住卡玛拉提出了历史上最大的增税 我不会让他发生的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 这个增税 取得很好 我们也应该要做的 这是增税